那个人把号给我了两个号,互相兑换,因为我昨天登过他的号之后,他也登我号,在我剪片的时候改了密码,我登不了自己的号,也登不了他的号,但他没有删我,我把握最后的机会用平板的小号埋伏他。 他发现我了也并不没有删我,我们又讨论了一段时间,直到在今天的跟丢号的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继续讨论我的手机,一直登不了他的号,直到我发现我用旧手机可以成功登入,然后他趁我不注意把我删掉了。 我才意识到他的套路,他可能在公屏上刷到我,看我有头像特效,假意加我跟我当朋友,其实想骗我的号,他拿到号,看我有二级,所以假装教我登号,一直探讨二级密码,我对他起了疑心,所以我一直拖,而且一直努力把号换回来,可是我用同一个注册的脸书重新登入,发现是个新号,他一,定是换绑我,假装不知情,我二级密码是跟电邮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有人猜密码是一样的,但在我努力登号的24小时内,他改了三次密码,我登到了在旧手机上面,然后他把我删了,可能是误误打误撞,解开了二级之后,他可能想趁我慌张的时候,一直想办法拿回自己的号,当我没登他的号,改密码再换,反而我再也进不了他的号,但是,我没慌,但也慌了一下下,不过我觉得那其实不是慌张,我那就要跟时间赛跑,我立刻想办法, 怎样把他的号转移到这个手机,我就想到了,因为他换绑了我脸书绑的,其实是刚开不够一小时的号,结绑也无所谓,然后我去旧手机,连续换他电邮,换脸书,再换我的电邮,之前我就把密码都改了,然后用了二小时,把设定什么的全都挑一挑,剪片的同时,我在平板的小号也抽了金光, 可能是想给刚丢号的我的安慰,有点像是我去年七月住院的时候白嫖金文一样,但是那个号永远也替代不了 到底是他真的只想体验一下我的号不料出意外只能跟我换号还是真的有意,这个就只有他才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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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